大家好 欢迎收看旁观华尔街视角 华尔街今天的走势又是相当的看好 标普500指数一举又占上了一个新的历史最高纪录 冲破了3700点 那么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们作为投资人类说 是不是要检查一次性 是不是在这个投资的大环境当中出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 那么优势地位就是您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投资组合 在风险出现比较大的情况下 您的损失并不是很大 但是市场出现上升的时候 虽然没有有超高的盈利 但是也是稳步上升 那么这点我们要慢慢的学习 那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两点 就是比较初步的知识 一个就是您是要选择价值型的话 什么是价值型 根据传统的概念 价值型是在它夏季或者是今后一个季度 公司盈利呢 与他们的股价 就是现在市场交易的股价来相比不超过12倍 如果超过12倍的话 那就有些超高了 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是很绝对的 因为现在的投资情绪和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 可能有些股会有些超高的表现 当然如何掌握这个尺度 我们还是要好好研究 包括我在内也要好好地继续研究 看怎么样很准确地把握这样一个标准 另外呢就是投资组合 您自己的小组合也要多样化 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人不看好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 认为只有30家公司 很难说它代表整个工业 而刚看好标准普尔500指数 因为有500家 当然罗素2000有2000家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 实际不是这么简单的看法 那么要看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 它的行业的分散的状况 有的券商就认为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 人们在谈到美股的时候 还是首先呢作为一个衡量 现在是上升程度的标准 还是下降程度的标准 如果道指一下中错1000点市场 还是会比较恐慌的 所以就证明 多样化 Diversify 是各个行业 并不一定有这个 有多少支股能够代表您的这个多样化 分散风险的这个程度 另外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到 Doordash即将原始股上市 昨天我们谈到的是它股价经过几次调整 因为是由潮温认购调整到95美元 不过现在呢就是说 它可能在开盘的时候 可能会以102美元开出 谈到这个IPO 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时候 有一个叫Robinhood的这个交易平台 当时是很多人居家隔离 所以千禧年代的年轻人 开始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 进行了网上交易 那么这家平台公司也要上市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融资 并且希望高顺公司 作为他们的这个领衔的承包商 代表他们在明年第一季度发行原始股 当然我们要高度关注它的表现如何 因为它但是它的用户 还真是很多很普遍多半 都是千禧年代的这个年轻人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谈谈 就是在今天特斯拉公司 一早就发表了一个新的新闻 实际上这个消息呢 是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将会聘用包括高顺公司 美国银行和摩根什达里公司 三类的十家银行 在今后陆续增发 价值50亿美元的普通股 对于很多它现有的持股人 是不是有一个稀释手中股价的 这样一个负面的作用呢 所以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这个特斯拉一开盘就下降了1.7% 但是收盘时又是初见大幅上升 而且特斯拉公司在今年已经胜伏达到667%了 那我们今天请Michelle Schneider 帮我们分析一下 他是怎么来看待特斯拉公司 现在要增发新股的这个做法 我们想看待特斯拉公司 我认为是很棒的 很棒的动作 在特斯拉公司上 所以我认为他在数据的 在专业的特朗部份上 一旦领带的股价 一旦领带过去$650 现在已经在股市中了 一步变成股价值了 被人会说到特斯拉公司 为了解他不知何干的 他们已经在这次问候 那些特色的传负 像金针与 我们来看看黄金的价格 在上个星期我们讨论的时候 专家认为1850是它的上升阻力线 但是在今天收盘的时候 它的收盘价是1871美元 那下一步黄金会怎么样发展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再次祝您身体健康 我们下次再见